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用NodeGX写的一个分布数据过程线层 这个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就是为什么用Node来实现这样一个后端系统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现在我是在新浪负责分布式平台方面的一些开发 然后我之前是已经有了五年多的C++的一些开发经验 然后因为是要用这个项目要在这个项目要开发这个项目 所以使用NodeGX然后没有超过一年 之前没有任何GX方面的经验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从一个纯后端工程师的角度 后端服务开发工程师的角度来看NodeGX 它给我们这种高并发的网络IO 它能提供什么样的便利 然后还有一个背景呢 是我之前是在百度做自动化音乐平台的 以及监控平台方面的一些开发 因为负责百度线上所有的服务和服务器 所以在这种高并发 高性能还有大数据量这些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之前也有一些 在一部在C++家里面的一部网络编程的一些经验 很好呢也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基础 然后再看NodeGX在一部IO方面的这个特性 有哪些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目录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平台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呢是我们平台的架构 在这个架构下 然后它的主要的功能和特性 然后呢就是基于这些功能和特性 然后我们怎么去设计我们的系统 然后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NodeGX来做这样的开发 后面呢会有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平台时间出来之后 它的一个performance 我们看一下它的性能高 到底高在什么地方 能高到什么程度 以及跟我们现有的一些其他系统 比较起来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后面也会总结一下 我们在NodeGX上发现的一些缺点 以及采购的一些坑 最后呢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使用一些模块方面的一些实际的经验 可能会掉进去的一些限定 首先呢看呢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MySQL目前在新浪是大规模使用的 包括我们每天刷微博 每条微博其实都是要进到MySQL系统里面去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外面分享的时候 看到大多数都是HBS PoseDB,HongoDB,Redis等等这些系统 但是实际上就是以这种大规模 数据存储来说 最可靠最稳定可靠的 而且现在还被大规模使用的 还是MySQL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解决在这个MySQL应用上的两类问题 一个是它的数据分片 像微博这种应用它有很多很多的数据 绝对不是单机能撑得住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肯定需要分布式 然后目前如果没有中间层的话 那你分布式就需要应用端去跟你的数据库 部署是紧有合的 就是你的数据怎么部署 跟后面的数据库分布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一旦要做数据迁移 那你前后端 这个配合是相当的痛苦 然后还有一个类的这个问题 就是稍待的解决 就是说这种单机的系统能撑住的 但是它也需要高普用MAS Slay这种结构下 它同样需要有一个中间层 来帮助它去管理这个MAS Slay 以及它的切换 故障 自动挥护等等这些问题 还有呢就是 当我们的数据库规模上签的 这样一个级别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来管理 因为过来那是工具的问题了 还需要有一个平台来 进行我们整个平台的可视化管理 以及避免这种人的低级错误 以及低效率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构 最左边呢是一个web server 它是用来做我们整个的page 然后左上角呢 那个是一个lubu peeper的集群 然后它上面是放我们所有的节点的管理 包括节点死后状态的检测 它的及时的上下线这些东西 然后呢中间的dbproxy这一层 是就是我们的数据库代理层 然后应用呢是通过dbproxy这一层 来访问数据库 数据库对应用是隔离的 然后下面呢proxy层下面 会有node的数据集群 然后每一个集群呢是一轮从 里面是做靠数据库的那种 数据库来做数据的 这边中间多了一个confer 这个还是做这个配置下发的 就是在web上做的配置 然后可以及时的 那个分配到我们的 分配到我们的服务 那个proxy层去执行 简单多列一下这个 我们在proxy这一层 要实现的功能特性 这只是一些主要的特性 其他的小的特性就不说了 然后首先呢是它是完全 跟mysgo系是兼容的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只要这个服务打起来 你任意的客户端过来都可以访问 不管你是BRP还是Java还是Python Ruby之类的都可以 不用担心就是客户的开发的问题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分线 要对于应用是透明的 对于应用来说 它只需要访问 访问我们的数据库中间 曾任一个节点就可以 它不需要关心 后面的数据分布的细节 然后读写分离 这个就不细说了 然后还有负载均层 这里面有两个策略 一个呢是根据请求 然后随机的去分配一个负载色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根据客户的IP 去哈希 这种应用呢是有在某些场景下 可以提高后面MySQL服务器的 那个Buffer Pro的利用率 这个也就无稀说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性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库的异常检测 以及它的故障决策 是由多点来决策的 比如说主库当机这样一个 比较深重的一个决策 主库当机的时候 我们要做动作切换 那么我们是每一个中间层上面 都会对所有的数据库节点 做状态检测 然后只有超过一定比例 比如说50%的决策节点 认为这个主库当机了 然后我们才决定去进行化 然后就是这些特性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设计这样一个系统的 首先这个 分线对应用端透明 最典型的一种例子 我们就是每一行数据都会有一个locate 这跟绝大部分 这种分布式的kv系统都是一个概念 然后把所有的locate分到 就是按Hashi分到n个table上面 然后把这n个table再分成m个range 每个range包含一部分table 然后每一个range对应到一个dbgroup上 就是把这个range分到一个dbgroup上去处理 每一个group是一轮从这个结构 然后当我们需要扩容的时候 然后就是把已经分好的一个range 比如说是0到100 然后比如说EP200 谁乘0到50 51到100 然后再把它分配到其他的dbgroup上 然后可以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利用mysircle的这种主从 然后做一个同步 就可以很简单把数据同步过去 这样它的管理成本就非常低 然后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mysircle长连接池 就是说中间层 跟mysircle之间是保持一个长连接池 客户端过来的请求 然后是在这个长连接池上去复用的 首先是每个 就是因为mysircle数据铺 它这个本身还有一个dbname这样一个属性 所以说我们也为每个dbname去保持了一个连接池 这样的话就是你多个应用使用不同的dbname 也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用这种长连接去复用的时候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客户端 它去set它的某些属性 比如它去set的字符集 它去设施的一些程序变量 那么这个在不同的连接上有可能会设置成不同的值 这个呢我们是通过就是在我们的中间层这一端 去做一些初始化命令 就是说通常对于一个应用来说 它的这种初始化的命令都是一样的 它不会因为某个客户端 就是说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所以就把这些命令 然后我们统一在中间层上去的数据库做这些设置 然后进入了客户端设置这些属性的能力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设计 就是说我们不去解析MySQL的返回结果 因为在我们这个方案里头 就是说我们完全是 基本上是按KV方式去访问的 然后我们给的结果呢 就是MySQL返回什么 然后我们就给客户端返回什么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很多这种数据去 合并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而市面上的有一些方案 它是做了这些东西的 但这些东西往往会比较复杂 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里面 就是在我们信号这边的应用场景里面 这个比较少 所以在这一块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简化 简化了这个之后 我们的系统就会更加简单 然后接着上面呢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高性能的 简单的Succo解析器 因为我们通常对于互联网用来说 Succo不会特别复杂 但是呢它的量非常大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写了一个模块 因为Node本身它自己 声称自己不擅长做CCO密集型的计算 所以我们把这块是用C++来写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Node的扩展 写进去 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事物的支持 我们这块是一个弱支持 怎么说弱支持呢 就是说你只有在三个K 或者说是三个分片上的数据操作 才能支持事物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以MySQL的事物 你在一个事物里面不能去跨MySQL的机器 而且对于线上的应用来说 这个基本上也不够用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无缝的配置切换 就是说配置变更 然后对于应用来说要透明 而且不能中断线的连接 不能做重启进程这样的事情 这样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Node里面是非常好做的 就是它可以重建所有的对象 然后而且它是单进的单进的模式 也不需要你去加锁 不用担心什么配置故意置之类的问题 然后对于说连接异常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做了简单处理 就是说如果是客户端服务器两边 任何一方出现了异常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边都关闭 我们在中间层不做重启 因为客户端本身也需要 就是对这种失败做那个重启处理 所以我们就不在中间重做 简单的直接把双方的连接都关闭 释放资源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种容呆 就是说我们要当这个我们的进程死掉 或者是它没响应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及时的做重启 这个我们是用Node Cluster模块去做的 首先Node Cluster它自己做的比较强大 在0.8的版本里头还做了一些加强 然后对于没有响应这一块 就是进程有时候会夹死 就是说它进程还在 但是它不能做任何的响应 比如说它像是死循环了 或者是它就是死了 这个对于一个要求实时在线的服务来说 它也是经常会出片的情况 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要 我们就是在主进程和工作进程之间 做了一个心跳检测 然后就是主进程要 就是每个周期性的去向主进程 汇报它的状态 如果自己出现异常 如果主进程没有及时收到它的心跳 然后就把它重启 然后呢我们来简单说一下为什么选了这个JS 因为之前我是用了 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场景里面 也是这种高密化大数量这样的场景 然后我们用的是一个 百度内部的一个一部编程的框架 用的很痛苦 因为在C++下面做一部编程 即使有个框架 然后你也还需要在应用层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还要有多线程 这样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恶心的事情 大家听起来就会比较头疼的事情 而且到最后 我们就是说 当我离开百度的时候 在那个框架里面 它还有自己一些 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它有时候自己框架都会没有响应 所以在这样一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来了希望 在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前期的调研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没有历史高谱 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当时注意到了No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当时已经发布了0.6的版本 最大的好处 然后看了一下它的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它就是Interface of JS Hot of C++ 就是 它的对于用户的接口是JS 它是一个动态语言 它非常灵活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 非常灵活地处理你的业务逻辑 然后你代码可以非常精炼 然后在它底层呢 是C++ 就是它处理EvoIO这一块 它非常的高效 然后这几乎是我们一种 比较理想的模式 就是用比较高性能的东西处理底下的病发 然后用比较灵活的语言处理上层业务逻辑 然后JS本身它的这种 还是不是编程 还有必高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用在这种Evo编程里面 我记得当时那个Note的作者们 当时他们就说 为什么使用JS来 就是实现Note的这套东西 他们当时也有 应该有比较多的选择 不单单是JS本身 就是因为 刚好有JS有这些特性 因为它是深于浏览浏览器段的一些东西 然后它就天生的适合做这种Evo编程 是 其实是Note选择的JS 可以这么说 然后它里面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非主色 你不会因为你不小心用了一个主色的POO 然后把你整个的这个性能都降下来 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用过Pathom知道有Tanado这个框架 Tanado本身它是Evo的 但是如果你在Tanado里面 然后去用了同步的满色谱 然后去防数据POO 这个时候你的那个QPS 就是立马就会降得非常非常多 但是在那个Note里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有东西都是Evo 你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会去主色 然后就是这个 第一个内存耗费 从我们实际的应用情况来看 我们在1000个并发 就在我们这个应用上1000个并发的时候 内存占用不超过100兆兵 这个通常来说 已经就是足够足够好 这个还是要归功于Google的V8 它在这方面的东西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锁 在JS里面 没有锁 你就可以 怎么说呢 不用担心任何死锁之类的问题 以及锁本身它也是有消耗的 你不用担心这个是不是现成安全的等等 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然后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Model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压力测试 就是在我们这个应用上 首先呢说一下这个测试环境 2.4G合作的这个CPU 应该已经不算很新了 这个应该是两年前的配置了 我们在这样一个机器上 它是两个CPU四统 Note是用0.6测试的 虽然0.8 有在那个性能上 据说是比0.6高很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应用场景下 我们实际跑步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可能在提升是在5%以内 而且我们也没有做特别完整的测试 所以先不说了 我们设置的工作竞争是8个 QPS这一块就是 如果我们访问的是虚拟表 什么是虚拟表 就是对于用户来说 那一张大表就是叫虚拟表 然后访问这样的表 它的QPS是45倍 然后假如是访问非虚拟表 也就是说我们 就是在一个库上的一个 直接去访问的一个表 这个是62K 这个性能到底怎么说 它到底是高不高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横向的比较 Google它曾经放出来一个 叫YTIS的一个 够语言写的数据部中间的版本 它的QPS号称是10K加 然后 当然它那里面是做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东西 就是它对数据部的起求 是做了RTC的方装 也就是说它需要 对科普端的起求做解析 以及对对服务端 MySQL服务端反发的结果做解析 并且拼成它的RTC的那些 那些数据 去发挥的客户端 所以这个应该是 拖慢它性能的主要原因 但是它号称10K 应该是 它自己也觉得这个还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是在这上面 而且我们这个QPS是完完整整的 就是说我一次客户端请求 然后再从中间层到服务端 再返回 再返回客户端 这算一次Q 这个比平时我们见的这种SERV 还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代理层 相当于一次请求 有两次网络交互 所以这个我觉得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了 至于性能货币这一块 它的频率呢 是在CPU 慢我们看到是50Mbps 乘以8个进程 几乎就是很小 对于一个服务器来说 32GB的服务器来说 它这个很小很小 网卡流量 每秒20Mbps 就是 我们就做了一个简单查询吧 就是那个是每秒20Mbps 然后它的包的个数每秒是110K 这就是一个参考者 它的主要频率还是在CPU上 稳定性这一块 我不得不说是 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我们用了这个东西 上线几个月之内 没有出现RDM 也没有出现MEM League 假如说这个项目 我是用4++来写 先不说我们开发效率有多低 我们多长时间才能上线 单单从这个稳定性上来说 我不敢说我上一个版本 它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们在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有人做过一个 测试它们上到百万级的并发 都没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应该不是吹 一般的服务器 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应用来说 这个并发数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基本上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觉得它有一些哪些东西 是我们觉得不爽的 一个是它太灵活了 对于一个后端服务 写惯了的人 特别是用4++用惯了的人 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灵活 然后有哪些可以克服的呢 一个就是 刚才有提到那本书 The Good Path 这个是Double Loss大神 然后给大家一些指引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遵守 然后就是上午有人提到的 U4是死罪 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去避免很多低级的错误 比如不小心定一个选举别样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个 觉得用的不是特别爽的地方 就是说它这个封装性 比如说我哪些 在家里面有什么私有的这些状态 还有类的继承这些东西 在GS本身它没有做这方面的规范和约束 然后就是说 虽然外面有很多的解决方案 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但有时候觉得这样的选择多了 反而是一个负担 就是你选择越多 然后可能会越觉得困难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 module一样 也是有很多选择 我一个买所有的库 然后我都选出十个了 到底哪个好 可能我心里确实没理 然后如果说我一个一个去试 又觉得这个成本很高 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Net Callbacks 这个上午里大家已经讨论过很多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 也有相信能解决不解决方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它这种异常捕获 在Callback函数里面的异常捕获 有时候会捕获不到 这个我后面会单独地讲 这一块 就是我们怎么去用load里面 这个新的domin模块去做异常捕获 这个模块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块 外面也很少看到有人去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块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特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多进程模式下的load balance 做的不是很好 这个也有很多人吐槽过 就是以现在这个node里面它的处理模式是说 每一个主进程都listen在同一个端口上 然后由主进程去抢这个客户端连接 然后客户端就是说这个抢的过程 其实是由操作系统去分配的 操作系统有一个原则 把连接尽量分配在尽量少的进程上 它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减少进程件的切换 就比如说你分的越多 那么你这个工作的事情越多 那你进程件切换越多 它分的比较少的话 那就可以尽量减少切换 但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有的进程上连接数特别多 有的进程上连接数特别少 而且对于node这样的应用来说 我们通常我们的进程数不会超过CPU核的个数 所以操作系统那个凑对node的这种服务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所以很多人吐槽 然后node的开发的大牛也就把这个问题其实是修复的 但是在目前的版本里还没有放出来 因为我问过 然后他们说是那个 因为涉及到API的改变 所以需要可能在下一个版本里才能放出来 至少在node0.8里面是见不到这个特性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期待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问题应该就不是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部门内的API和modules 可能你用过才会有体会 就是说它有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 而且node升级之后 比如说有些模块它不能很快的跟着升级 那么你可能也不能很快的就跟上新的版本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 它有可能在这种大内存应用的这种场景里面 有可能性能会比较差 这个是我们之前 因为是我们触发了一个Blog for JS 就是基因制的一个酷的一个Bub 然后它那边占用了很多内存 就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具体里面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还说实在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我们也踩过一些坑 MamLeak 虽然说JS它是有GC 但是MamLeak这个 底性的对策泄漏有时候还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就是你 比如说SetInterval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Interval 它比我们做进程承载的时候 没有去清理 然后这个时候 它那个对象明明已经在我们 我们应用层已经没有去管理了 但是它那个Interval 还在后面去执行 所以说它必须是要被弃掉 就是你如果不用了 就把你的Interval事件都弃掉 然后还有就是String和Binary 就是String和Buffer这块的一个问题 一开始我们把Buffer 有的时候是当成String去使用 然后会给它做一些加等于之类的操作 但实际上呢 这样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就是有一个原则 还是能用Buffer的地方 就不要用String去取代 我们毕竟是要做原始的这种 二级数据的处理 然后还有呢就是Buffer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以直接传给Zijl的 这个Extension去处理 我们原来解析色度一句 我们是把Buffer然后先toString 然后把这个String再传给我们Zijl 在Extension里面再去做解析 但是后来呢 发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 怎么传一个Buffer和Jax到Extension里面 这块其实是 Node它没有这块的文档 它其实有这个功能 但是没文档 我们没找到怎么用之前 后来发现这个其实是可以这么传的 这样的话就减少那份拷贝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Jax里面所有的这个变量的复制 它都是引用的 就是默认是引用复制 这对于我一个写惯了C++的人来说 一般来说默认的复制都是复制的嘛 所以它这种前拷贝的方式 有时候会引起一些错误 就是我把一个A变量复给了一个B 然后在B里面给它加了一个手心不小心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在就是 在这种微谷话的一场里面 我们之前呢是直接print它给的那个Error 然后printError之后呢 它只给出了Error是什么 然后没告诉我们Error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它的Stack没有 然后后来找了一下 其实是在Webar里面 它加了一个Error跟Stack的东西 它默认你 默认print的时候 它是不会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然后你需要printError跟Stack 这样的话你就所有的错误信息 以及包括它的这个ErrorStack 都可以打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最后一个呢就是 Debugger这样一个译句 我们一开始写出来一个demo版本的时候 我们去做了一个简单的压力测试 然后它的QPS单机 刚才我们说有62k 但是我们单机当时只跑到了7000多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性能有这么差吗 然后后来发现是我们代码里写了一行Debugger 虽然我们在压力测试的时候 并没有启用Debugger模式 但是这一行译句还是耗费了非常多的性能 所以也就是说 它其实还是在里面肯定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在正式发物版的代码里 能千万不要带这个Debugger译句 这是我们用过的一些module 这个我就不一意地说 我们后面会单独挑其中一些来说一下 log4.js 这个对于一个就是说 后端服务来说 它的日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要用来做这种请求的跟踪 做调试 做调拓 以及一些报警 log4.js 它里面有个比较好的东西是 它可以把高级别的日志单独的 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中 比如说你的正常的日志是放到Info地别 然后在一般的文件里 Info,Warning,Faito都会有 然后把Warning,Faito单独再打到另外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对那个文件做单独的监控 以及单独的查错 但是这个库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它在这种多进程下是不太 工作的不太好 就是说它如果是你多个工作进程 同时往一个文件里去打 而且在我们的场地里还需要去分割文件 就是说你定期的把这个文件去分割 然后比如说线上值保留挖的版本 然后如果你多个子进程 同时去试图分割它的话 会出现一些错误 它实际上分割完了之后 它还有一些进程 还会往那个旧的文件里去写日志 导致那个日志远远超出 我们现在设置比如说两季 它可能会写到十几季 然后还一直在那里写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缺点 然后这个我们是通过 就是后来是改成了每个进程打自己的日志 这样的方式去解决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在磁盘满的时候 它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刚才有提到 占用大量的内存之后呢 就是导致整个的进程响应非常满 这个呢是一个调试工具 然后就是Node的Profile 这里面我们最常用的其实是CPU和MAM的两项检查 这个图呢它是一个CPU使用情况的一个统计 它可以按照你的实际的使用的时间 以及它的比例 最后要给出 最后给出了就是真正是哪个函数去消耗了CPU 并且它后面还会跟那个文件的行号啊 这些东西 这个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出来 我们这个性能耗费到底的成绩 后面还有一个就是 这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MAM级别的一个展示 我们依赖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定位了我们的内存泄漏问题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它来定位出来 就是你的对象的个数 还有它这样的空间 如果是它持续的增长 就说明你就需要去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需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如果是你做远程的调试 比如说你的服务是在你的其他的服务器上 然后你调试它 这个是通过CORM浏览器来做的 就是你本机去调试一个远程的服务的时候 然后你要在远程服务那个机器上 去设置这个Debug Host这样一个 本机变量把它设成真正的本机IP 否则的话 它只能listen在第二期 0.0.0.1上 这个在那个论坛里也有一些人 问到这个问题 掉到这个坑里 我自己也掉进去过 后来发现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可以设 高敏 这个 这个就是Note 0.8里面提供了 它的异常捕获的一个工具 大家先看一下这段代码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是在一个try patch里面 然后它执行了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 一般来讲我们是希望它这个catch 它这里面抛出的异常能被catch住 但实际上这个catch是不生效的 就这个异常它会被uncaught exception 捕获了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这边 只能知道现在是哪出错了 然后不能对当前这个错误做我们适当的处理 特别是当你程序规模大了以后 那你可能累也比较多 然后欠到的层级也比较多 那你更是一个噩梦 然后它已入到domin之后 然后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说 它domin可以绑定一些 在domin上绑定一部分这种 Emitter 就是Event-Emitter对象 以及你的什么timeout对象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刚才提到的 process then take it 这样的东西 所有的回调函数 只要在这个domin简直框里头 溺出来的东西 它都可以去捕获到 然后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 然后我们去尝试去 Emitter两个东西 一个是Emitter的Arrow 然后这个Arrow呢 它会被这个domin捕获到 就是它Emitter的Arrow 然后还有呢 就是它Throw出来的这个Arrow 这两种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它是一个事件 另外一个是一个异常 这两个都会被这个domin捕获到 然后这个有一个 嗯 举一个我们实际是怎么用的 就是说我们 刚才说到了客户端和服务端 有任何一方出现异常的时候 我们都要关闭双方连接 然后这样的话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客户端 就是服务端很多的数据处理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某一个分子里面 没有做tryhash 然后发生了一个异常 这个时候 你如果没有用domin 那你就跑到process.on-cost exception里面去 那里面你没法对链接做处理的 因为你不知道链接是谁了 然后这样的话 那个相当于是一个错误 那就一直留在那 以后就没法处理 然后有了domin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socket 跟一个domin去管定 然后它那上面发生的任何异常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统一的处理 这个就变得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其实是跟其他的语言里面 比如说二郎或者是go 它都可以做 它是那种就是鞋程模式 每一个连接都可能是一个鞋程 然后在这个鞋程里面出现的错误 它都可以统一处理 然后在node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domin 然后在这个domin里面 所以这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集合上面的这种异常 做统一的处理 OK 我可能也很快 最后呢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工具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MySQL这个packet为例 它是就是这种 一个包头 一个包体 一个定常的包头 加上一个不定常的包体 这样的方式来发送数据的 而且在很多这种后端服务上 都是这种类似的协议 包括我们以前 我在百度的时候写的那些系统 都是一个定常的包头 加上一个不定常的包体 而且在在网络上传输的时候 就是你虽然说你是发了一个 就可能客户端发的是一个packet 但是因为受限于TCPIP协议 你一个packet不能超过64kb 然后这样的话 你超过64kb之后 然后你的socket点on data 然后它就会被触发 触发多次 这样的话 你客户端还需要再去拼这个packet 而且实际的情况 远远比这还有复杂 比如说你要想 比如说是两个packet 被分成了三段 它有可能有多重多二能夺合 这个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单独写了这样一个工具类 来帮助处理这样的事情 然后应用呢 只需要把它每次收到的数据 然后放到这个hidebodybuffers里面去 然后hidebodybuffers里面 它会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你的包头的长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怎么从这个包头里面 读取你的包体的长度的一个函数 回家函数 也不是回家函数 这个就是一个参数 然后它会帮你决策 你哪些数据 当前是不是已经构成了一个packet 然后 形成一个完整的packet之后 然后再返回给上层应用 通过事件的方式来返回 这样就可以很便利地做相当的处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这种优化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收到的数据 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里面已经包含一个完整的packet了 那它是不会做重获的数据内存拷贝的 就是我们能用原案的 尽量用原案的 如果原案的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buffer 构成的一个packet 那我们就把它拼起来 简单的做一下这个小节 就是说 node.js 我们认为它是极大的简化了这种 非堵塞一股IO编程的这种难度 这个就是 从我们实际情况来看 我们现在这个中间层的版本 刚才有那么多的功能 它的代码和潮子也就是3000多号 当然3000多号没有包括那个sircle解析部分 sircle解析部分是加加的 node部分的代码只有3000多号 然后我们之前刚听过淘宝的那个 用二郎写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们的场景当然比我们要复杂 它们是5万行的二郎代码 加上2万行的c代码 就是 它其实比我们复杂 应该也不会复杂到 就是说 位数差距有这么大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node.js 它有多么的精悍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说 node.js 它本身是在这种性能和 编程复杂度上 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权衡的 就是它牺牲了一点点的性能 然后换来了非常大的这个编程 就是编程复杂度上的一个简化 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node.js 应该是非常火的 参与的人非常多 然后现在上升的势头也很猛 我相信有这么多的参业者 它已经会 会生成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像这种高密码 第一部Io编程 高密码Io编程 同样有二郎 然后二郎就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它还是顾问顾问 就是它还是太小众 就是因为它小众的东西 我们始终还是不是特别敢去特别信任它 而另一方面就是说 除了二郎现在go也出来了 其实go它的模型我觉得也非常的在 但是go能就是在多长时间内能起来 它的生态环境能像node这么优秀 这个也还不太好说 而且go的性能到底有没有node.js高 这个我觉得也还是打问好的 就是它那种 它也是那种协程模式 它能做到什么样的 这个还有待观察 当然了就是node它本身也还是非常年轻 包括它自身的这个API有可能还不太稳定 它刚才提到它的模块 有些模块也还不太稳定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bug 像上午我们有人提到的 还在上面查过各种各样的 芒果DB的坑等等 还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大家去 自己心里有个底的 就是不能特别的 就有些时候不能特别的信任这些东西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然后下面就是科学时间 两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压力测试工具 第二个问题是你在写弄的代码的时候 你们是通过就是能举些例子 就是说举元的一些方面 要避免说 举元的一些技巧方面 要避免说内存线路 就是说你们 就是说定位到内存线路 一般是通过一些 就是常见的类型和哪些 什么样的方法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 就是内存线路的具体的一些 一些你们遇到的一些例子 大概是什么样的 你能讲一下吧 就这样 内存线路这个块呢 就是一般来说 Note它因为有GC 所以我们通常的情况下 都不会造成内存线路 然后内存线路隐性的内存线路 就是说 你不断的往一个对电里去塞东西 然后塞塞塞 然后你直往里加 然后没有从里面删除 这是一种 然后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说你有一些 就是SAT的一些影头网 然后那些影头网一直在运行 然后你在某些条件上 它没有去 该中断的没有中断 这个也会有 然后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去 有怀疑内存泄漏的话 就用一些这样的工具 去分析它的内存战略 比如说你不断的去请求它 然后看看 看看你相关的一些统计 是不是它的持续的增长 我们现在基本上 还是靠这种 比较原始的方式去统计的 没有说我们直接 像C++里面 你跑个Walgorithm 之类的东西 然后工具帮你去分析 你有没有内存泄漏 主要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做压力测试 这个其实我们是通过那个 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的服务端 做了一个 就是请求数统计 每来一个请求 然后我记一下数 然后我每个一段时间 打印一下我当前处理的请求数 然后客户端呢 就是用的MyCycle Slap 就是MyCycle新版的 那个自带的 它的一个压力工具 它可以去很方便的发起 并发的很多个连接 同时去压你的服务 谢谢 嗯 不客气 最后一个问题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你们node 当时网关的服务器有几台 就是那个你用node 写的不是一个代理吗 中间层代理那个服务器有几台 这个 这个是可以先进扩展的 这个就是需要多少台 就上多少台 就是看客户的请求数 就是我们每台机器的QPS 是62K 那如果你客户端请求超过62K 那你可能需要加两台三台 继续往上加 那如何保证那个横向扩展呢 如果 就是横向扩展这个是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前面是架了一层HA Proxy 但是觉得这个成文比较高 后来还是觉得 还是要用DNS轮询 就是客户端它随即请求一个 一个服务 任何一个服务都是未等的 它没有顺序性的要求 我说是用DNS轮询是吧 对 就是目前还是用DNS轮询来做 好 谢谢 好 那 非常感谢 我们赶紧下一位是 好 谢谢我们的王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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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